將來當然不外乎你可以用那個函數解決的話 那你也許你可以試試 可是如果經常性的你當然會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按個按鈕就可以解決了 或者是說你可以插入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可以制定一下 叫成績函數 也就是針對你的工作裡面你給他一個平均成績按確定 他一樣會幫你顯示出合格不合格 那這樣的話比較是有點量身定做 針對你工作的需求去產生一個自動化的這樣的程式 那裡面我們大概就幾個步 一個是清除 清除的話我想前面講過了 For i 等於第2列到第7列 有沒有 For i 等於2到7 多一個NAS 再來怎麼樣呢 把儲存格裡面的 H欄 這邊是H欄 做刪除動作 刪除的話你可以給他空置串 所以這個寫出來應該有印象 這已經寫的應該好像不止一次了 所以我直接來看 第一個是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叫清除 For i 等於2到7 把我們的什麼呢 我習慣是這樣子 直接移下來看一下 我希望把H欄 給刪除的話 我的寫法一定是Sales 先列 來列 第2列 的H欄 幫我刪掉 等於空置串 有沒有 然後呢 它會因為回券的關係嘛 2 3 4 5 一直到7 全部清空 所以 將來我就直接 執行這邊 這邊有沒有執行 從這邊執行也可以啦 或者將來你可以產生一個按鈕 按下它也可以 那我執行 前來看看 執行 有沒有清空 OK 這樣的話呢 是可以從清除裡面 把我要的這種 這個清除的部分 先做出來 一般的話如果你不會寫啦 我建議你可以先 從清除開始 不過呢 將來我希望第2個部分是 按下成績 它會自動判斷 那這個時候 你要判斷的範圍還是一樣 可是 會牽涉到不同的欄 你的成績是在哪裡 成績是在E欄 然後你要輸出的是輸出到哪一欄呢 輸出到H欄 所以呢 你這邊需要一個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的時候特別注意 就是在VBA裡面 跟那個在 Excel裡面很像 一樣是用IF 不過它的規則不太一樣 特別注意 如果我今天希望判斷的是 這個依然的 那我的敘述一定是IF 外面包一個回圈 那敘述的方式一樣是Sales 刮鬍 哪一列 ID 哪一欄 依然裡面 我先把這個裡面的值 先抓過來 那特別注意喔 IF 這個裡面的值 他就抓過來 抓過來之後判斷 那判斷的 敘述寫在後面 大於 等於 這個敘述跟那個函數一樣 60的話 記得喔 這邊記得 就空一格 Zen 他的敘述一定是這樣 一附 邏輯 給他 放在中間 空一格 一定要這樣 這個是固定規則 然後呢 如果 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你要做什麼事 輸出什麼 輸出和格 所以他如果大於等於 那就輸出 到 這個格子 那這個格子 是H 所以你就是直接 也是這樣打下面 我的習慣是這邊會有一個縮排 if 然後這邊的話是 I H 所以H 輸出什麼呢 特別說輸出等於什麼 把合格兩個字打上去 合格兩個字 再來說反之 else 反之就是 再把這個 放下來 這邊就 and if OK 他的結構一定是 if then else 這個是VBA裡面的固定 固定的規則 這個我想 大概可能 還是要把它記一下 因為這個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沒有更好的方法 OK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去撰寫 這個成績 我把這個流程 注意 因為對各位來說 是在 程式部分 比較